大家好,朱春奧 澳門行政長官選舉的提名期快完結 行政長官參選人岑浩輝、輝哥 今早上午10時 到公共行政大樓向選管會提交提名表 他提交壓倒性的383張選委提名表 佔400名選委近9成6 不過輝哥依然很欠虛 說會繼續爭取其餘10多名選委的支持 現在剩下17名選委未提名 換言之其餘人士已經沒有機會取得入閘選特首最少66張提名表 澳門行政長官選舉將會於10月13日舉行 即是今次行政長官選舉只有一名候選人 如無意外,輝哥已定當選 澳門特首這位也是他坐 岑浩輝今天受訪時說 決定參選後主動和各界別的選委接觸交流 了解他們的訴求和考慮自己的競選綱領 期間沒有仔細考慮會有多少選委支持 按法律規定程序和競選辦全力開展相關工作 他又說 那麼多選委支持我 知現在很滿意 但不存在和原來設想的作比較 也不用比較 岑浩輝也提到 若經選管會審查和核實成為行政長官候選人 將會在競選活動前準備競選政綱 期間將會和社會各界廣泛交流 尤其是選委 甚至落區了解情況 將會和競選團隊有序開展工作 被問到離開原本工作的司法領域 他回應說 澳門將來的發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競選團隊會持續和社會各界主動聯繫、溝通 包括蒲國人社團 特別在制定牽涉免講和重要政策時 希望未來的管治團隊多聽取社會意見 當然要 因為現在問題不少 未來的經濟與民生 面對的挑戰都相當大 好 你的集體路仙音想支持我 記得訂閱